天桥杂技剧场内正在上演一场特殊的舞台剧《魔幻音乐盒》 这部剧是北京杂技团的一次创新尝试 它打破了传统杂技单个项目的表演形式 将杂技和音乐剧融合在一起 有着完整的故事情节 全新的表演形态 绚丽的灯光 布景 多媒体等技术手段 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视听盛宴 作为老天桥的代表性艺术形态之一 杂技的这次创新是天桥文化复兴的一部分 天桥曾是北京的文化底标和最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 杂技 曲艺 摔跤 硬气功 相声等屏幕繁多的表演形态 唱响了京味文化最早的艺术高歌 但随着历史的变迁 很多天桥老艺人四散飘落 天桥绝迹 濒临诗川 2009年 为了挽救珍贵的传统文化 北京市宣武区城南行动计划提出复兴天桥 那么该如何复兴 是单纯恢复传统 还是让传统走向现代 他叫金叶琴 今年已经94岁高龄 在目前在世的天桥老艺人中 绝对是太陡级人物 虽然年事已高 但金叶琴仍然每天骑着他的残疾人摩托车 参加讲座 文化节等等 尽自己所能为天桥复兴贡献力量 金叶琴曾在天桥卖艺讨生活 现在他还时常回来看看 当时这个料地演出的场地就是在这一片吗 就是这块 这个实际上是个卖艺 那时候是土地 租这个地方的人呢 给我围了一圈板凳 我就在板凳里边练 这样练完了跟观众要钱 我永远万不了 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 这个还有 你像这条永利门大街那样 竟是农民进城了卖菜卖粮食的 有时候上我这看玩意儿 还给我点钱 我说你们就别给了 真是我的同胞太好 从1942年到1949年 金叶琴就在天桥旁的市民广场打把式卖艺 表演骑自行车的绝活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和来历 只知道他的绰号小老呵 天桥地区在元明时期出现商业市场 至清朝越发繁华 民国初年 天桥市场的繁荣达到顶峰 五行八座 三教九流 百样吃屎 吸引着北京城的平民百姓 这里走出了一大批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 和著名的艺术家 比如侯宝林 郭启儒 关学增 魏喜奎等等 从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半个多世纪 像金叶琴一样 在天桥卖艺的民间艺人多达五六百位 天桥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 这个老天桥啊 我跟他怎么说呢 打心眼里边有感情 为什么呢 天桥在救世会啊 把我养活起来了 我没有他 我们家就饿死了 尤其我父亲病得很厉害 因为天桥他地处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么一个为平民服务的 适合平民生活的这么一个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 金叶琴成为了中国杂技团 剑团元勋之一 也为新中国取得了第一枚国际杂技的金牌 金叶琴编排的顶碗 滑稽口技 墙椅子等等 都成为了中国杂技界的标杆节目 在金叶琴的大半生中 自行车一直是贯穿生命的主题 年过九旬的金叶琴 身子骨依旧硬朗 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 除了积极乐观的心态 这辆自制的三轮自行车 也功不可没 平常锻炼锻炼身体就用它 为什么用它呢 我可以一边唱的歌一边锻炼 这两年 金叶琴八十八岁的老伴毛利 由于身体原因需要人看护 一直住在城郊的养老院 每隔一天金叶琴都会骑着残疾人摩托车 往返四十公里去看望它 最近毛利身体有所好转 金叶琴决定把它接回家住 老伴 你冷不冷 还行 不冷不冷 好 老伴 你坐稳了 我知道你不害怕 我要开车了 咱们回家了 好嘞 老伴刚回到家 金叶琴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请供 我得向你请供 第一个 我这两年半看着这个家 没着火 是不是 那个还有 咱们家没发大水 第三个是更重要了 你这是什么 我已经九十三岁半了 我还结结实实地把你接回来了 这是一个大喜吧 向你请供 你怎么问问问问我 咱们拥抱一下 这真好 金叶琴见证了天桥的繁盛时期 也亲历了他由盛转衰的过程 位于北京南中轴线上的天桥 是明清帝王前往天潭祭天 仙农潭技能史的必经之地 因此得名天桥 这座天子走的桥 直至1924年被全部拆除 2013年 天桥景观在原直往南 平移五十米的地方 附建而成 伴随着地理标志的消失 与之匹配的天桥文化 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 逐渐没落 像金叶琴这样的天桥艺人 多不再在天桥聚集 一些有着珍贵价值的绝活 也渐渐失色失穿 为了挽救和发掘珍贵的文化遗产 2009年 北京市宣武区基于天桥的历史文化底蕴 启动复兴天桥计划 在新时代 人们对于演绎的形式 内容 场所 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成为复兴天桥的难点 2014年 在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工作的安昭辉 带队考察了美国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等 世界一流的戏剧中心后 深有感触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具有3000多年文化演绎历史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也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 规模化的演绎聚集地 而天桥正是打造东方百老汇 最合适的地点 跟美国的百老汇 还有伦敦的西区 这样一流的西区中心来比 我们天桥这个文化中心 它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地方 我觉得首先 因为像这两个区域 它都是以比较单独的剧种 作为它的优势 比如像音乐剧 可能都是这两个区域 比较著名的特色 可是我们这个区域 却是多元文化演绎 融合的这个区域 我们既有现代化的大剧院 能够促进世界文化的这种交流 同时也有非常传统的剧院 能够展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些积淀的一些优秀的剧目 像一些曲艺 杂技 戏曲 戏剧 对破旧历史遗留区进行改造 以及新建演艺场馆 是天桥演艺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其中天桥艺术中心 已经成为北京新的文化地标 多样化的剧种在这里轮番上演 吸引了大批海内外观众前来观演 建立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演艺区 并不代表摒弃传统 老天桥的民俗民间文化 仍然是新天桥发展的根脉 寻找天桥老艺人和失落的民间绝技 也是天桥复兴计划的重要内容 然而老天桥摔落至今已数十年 艺人们四散 拾过境迁 如今再想把他们聚起来 该从何处下手 对于生在天桥 长在天桥的赵兴力来说 天桥艺人那五花八门的杂耍 那不绝鱼耳的叫卖声 胡同里令人垂涎欲滴的各色美食 都是他童年美好的记忆 天桥胡同里走出的许多艺术家 也让赵兴力记忆深刻 这条胡同吧就是叫板杖胡同 我就在前面这出生的 过去历史上有这个天桥的这个 什么狗熊城 天桥这个爬根鱼 还有这个老天桥这个猪式三雄 这个住的很多天桥的艺人 赵兴力在天桥街道办事处工作几十年 一直在研究天桥的民俗文化 为了让天桥各项艺术绝活得以发扬光大 赵兴力和同事走遍北京周边 打听老艺人和传承人的下落 通过举办各种民俗文化活动 来吸引更多老艺人回归 赵兴力经常到老艺人家里走访 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今天赵兴力要去探望即将过78岁生日的王丽云 王老师回迁他没有走 另外呢也是在我们天桥街道工作的 一直当剧委会主任 王老师的绝活是什么呀 王老师绝活这您看写着呢 天桥空竹王 空竹王 对 天桥的这个老艺人传下来的这空竹 那叫有范儿 你看哪些教读 国去都是那竹的空竹 这个都有名的 这叫王老师您给讲一下 大车轮 大车轮 这叫大车轮 看见没有 都耍出花来了 太棒了 王丽云曾是北京园林局文工团的台柱子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当时68岁的王丽云给全世界展示了天桥空竹的魅力 由于之后腰部受伤 这也成为王丽云最后一次登台表演 王丽云的老公公就是天桥老艺人 有大力士之称的朱国梁 他能同时拉30余公斤臂力的硬弓武章 朱国梁也是2003年找兴力巡回的第一个天桥老艺人 当时是怎么找到他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 我记得是王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是吧 说是住在这个风台叫十六园 十六园的小区里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带着宣武区的新闻中心的记者 还有文化委做非议工作的干部 我们接了几个人 到了当时见到了朱国梁老先生 老先生当年是94岁我印象当中 通过这次采访 天桥街道办事处向社会发出了 寻找天桥老艺人回归的信号 引起了巨大反响 许多老艺人纷纷回归 81岁的国家级非以口迹传承人 牛玉亮就是其中之一 口迹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历史 但千百年来口迹的发音运气 一成不变一直是单呼吸 从事口迹事业65年的牛玉亮 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发了新的声誉 模仿的各类动物的发声 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示几句 很美 很春风 很春风 中阴呢 中阴年画面鸟是林中鸟 林中鸟的话呢 它就是停着的 在大林里的八个人当中的 在脚上的很抗腔有力 低音的你看 你看布鸟 这属于低音 还有那个乌鸦 好笑 它是属于小时候发音 在牛玉亮看来 口迹不光是魔法 需要讲究生有运 运传神 神话意 意有情 口迹之难 一在先天 二在后天 口迹发声要用到 口 尺 唇 舌 喉 前噩 后噩 软噩 小舌 缺一不可 一般人不用来发音的器官 都要用来发音 除了要有天赋 还要有独特的技巧 才能模仿的 唯妙唯肖 比如说这个高音的部位 您是怎么发出来的这个声音 你说声道 用声声道 它用的调音 我们有三个主音 三个主音就是 咦 咦 这很像唱京剧的 对啊 都是这个组合音 这是主音 而且还有我们有舵音 这些鸡脚 鸡小蛋 是吧 鸡脚 但是就是 这是口迹的用的方法 发声方法 在西城区政府的帮助下 牛玉亮开办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口技传习所 他的二十几位徒弟也遍布全国各地 有的徒弟做出了大胆创新 将口技融入了电影配音 虽然年纪大了 但牛玉亮坚持每个月走进社区 学校给大家表演和介绍口技 作为传承人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口技这项绝活发扬光大 十五年时间 各种民间绝技 如取义 杂技等传人 已经找到了五十多人 半职业化的老艺人传人 已经找回近一百五十人 众多老艺人及其传人回归 五十余像尘封多年的传统记忆 重现往日神采 京剧 杂技 皮影等传统艺术形态 该如何在新时代发展创新 走出困境 也成为复兴天桥文化的一个难点 就等着您了 赶紧的抱我的娘娘 快快出了 跟她就出了病来 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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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15日 精化剧《网子》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 两个半小时的剧情跌宕起伏 台下不时传来掌声与笑声 剧尾两千多次的主演 独白 却又催人泪下 《网子》是黎原三部曲的第一部 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颠覆了传统京剧的演绎形势 用话剧的壳 京剧的魂 来演绎旧社会京剧戏班 后台的故事 成立81年的北京风雷京剧团 是网子的出品方 松岩是风雷京剧团的团长 也是该剧的创作者与主演 坐落在天桥的北京风雷京剧团 前身是明月社 国粹京剧的起源地之一 演出足迹遍布国内外 可如今京剧艺术在传承了百年之后 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萧条 那么应该这么说 现在京剧可能不是它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那么特别是一些我们广大的青年观众 对京剧不是很了解 甚至也不太感兴趣 我想不能够怪青年人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不喜欢京剧 是我们没有把京剧给他们介绍明白 因为我跟好多青年人都聊过天 他们实际上是我的感觉 就是京剧和青年人当中 没有一个契合点 这个点没找好 为了找到京剧和青年人的契合点 松岩想到了将话剧和京剧融合起来 用话剧的演艺形式来展现京剧故事 我们怎么想到要把京剧和话剧融合到一起的 第一它有结合的融合点 第二我觉得话剧它是大众所接受的 一个最普通的一个 也就是说你不懂 你没看过话剧 你第一次进剧场看话剧 你也能够看得明白 京剧则不然 京剧相对来说 你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 所以我想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个形式 来演绎 大家都不是特听的太懂的京剧 这么着来给做一个链接 作为中国首部精话剧 网自三年时间已经成功演出70余场 接待观众几十万人 其中85是80 90后 这种创新的演艺形态 为传统戏剧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也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 和京剧面临的问题一样 传统杂技该如何发展创新 适应时代潮流 也是表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北京杂技团的训练房里 一批年轻的杂技学员正在排练 斗空竹 爬杆 灯虎 柔树 扔草帽 多样的杂技项目让人应接不暇 这些项目都融入在了杂技舞台剧 《魔幻音乐盒》中 走走走走走 走 第二 三 四 没事 没事 你呀 因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手啊 你手 手 手足以不要搂着 不要搂 抓住 抓住 抓死 在北京杂技团任职27年的周曾华 在指导一名小男孩爬肝动作 然而小男孩多次尝试之后都未成功 似乎与自己较上劲 快急哭了 你刚才练功的时候为什么哭啊 太着急 招什么急 我没练好我希望自己练好 没练好希望自己能练得更好是不是 所以自己着急 就觉得说我为什么练不好呢 我特别想赶快地练好它是吗 那你今年多大了 十岁 十岁了 那你练功练了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 才一年多就练得这么棒啊 北京杂技团里新一批成员最小的九岁 最大的十七岁 这些孩子每天接受高强度训练十余小时 通常一个动作要练成千上万次 好几年才能练出来 他们避免不了经常受伤 所以在训练房里随处可见各种治疗跌打损伤的药膏 天桥是中国杂技的发祥地之一 其杂技艺术以南 奇 绝 美 著称于世 1957年成立于天桥的北京杂技团 是老天桥杂技的继承者 然而近些年 曾经辉煌的杂技 也和金剧 皮影艺术一样开始没落 面临困境 表演者们开始思考 能否打破传统杂技 一个个独立项目组合的方式 在学习国外大马戏和不断研讨创意后 舞台剧《魔幻音乐盒》应运而生 该剧讲述了一个小女孩 在一座富有童话色彩的阁楼上 看到了一扇门里 有着众多不可思议的精灵 她们运用高超的技巧 带领女孩游览着奇幻的世界 女孩也尽情表现了她的超凡能力 怎么想到把杂技 这么传统的艺术形式 跟音乐具相结合呢 随着现代的发展 各种社会上的各种冲击力 逐渐地这个杂技 从高峰现在变成低谷了 找出了怎么办就要改革 你要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心理 所以说呢 就要随潮流而动 要解决你这个杂技的生存问题 最后决定拍一个音乐剧 极强的现场感 欢快的音乐 崭新的编排方式 让《魔幻音乐盒》成为各年龄段观众 都能喜爱的佳作 但是在排练过程中 让传统杂技演员放弃熟悉的演艺形式 并非异式 这些正在排练抖空竹的小女孩 在这部剧里饰演的就是几个小精灵 在参演这部剧之前 她们只需苦练各项基本功 完成独立的表演项目 排练这部剧给她们增加了不少难度 我们的杂技演员 平时呢 只是专心地练那个杂技的记忆 现在呢 这部剧呢 对于我们孩子呢 是一个全新的认识 增加了剧情 并不是那个单纯的杂技表演了 所以说呢 孩子需要分析每个人的 人物特征 神情 并在表演上呢 做出来 记忆呢 再加上表演相结合 做出了很大的创新 传统杂技结合灯光 不仅多媒体等现代化技术手段 更有高空芭蕾 魔术中的幻术 滑稽等表演 成为一场具有魔力的表演秀 高质量 多元化 新风味 让天桥杂技在世界的舞台上 站稳了脚跟 从廖地表演到走向世界舞台 从濒临诗传到创新发展 天桥的民俗技艺和演艺文化 不仅仅在恢复传统 更是让传统走向现代 在新时代绽放异彩 一个融会东西 贯通古今 各种文化交织 共荣共生的新天桥 正在崛起 在为首都演艺文化 注入源源不断新活力的同时 传统演艺也将在这里 得到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